這兩天接見很多外賓 很多人都用迷惑的眼神 懷疑的眼光 甚至同情的眼光 看我立法院打架到底怎麼回事啊 謝謝亞洲部智部協會的蒲主席 안녕하세요 謝謝我們黃青山榮譽理事長 更重要我們的簡理事長 剛剛聽你的英文講得好像美國槍一樣 哇 講得非常的好 還有我們最認真負責的王部長 各位親愛的遠道遠的貴賓各國的使節 還有紡織界各位代表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這兩天接見很多外賓 很多人都用迷惑的眼神 懷疑的眼光 甚至同情的眼光 看我立法院打架到底怎麼回事啊 昨天接待的美國 還有巴拉圭 還有很多今天要接見德國法國 都會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打架是為了什麼啊 特別跟各位紡織界 以及部智部各位好朋友報告 民族看起來低效率 會碰撞 會磨合 但是台灣的民族 它會有一種自我治療的效果 經過不停的文攻 武嚇 磨合 碰撞 慢慢慢慢會沈澱出一些 立法院各個委員的成果出來 請大家要對台灣的民族有信心 好不好 很榮幸參加2020 ANX 亞洲部智部展覽會 我收到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高興也很感慨 六十多年前 我們台灣人怎麼賺外匯 一船一船的香蕉 農民辛苦 用船運到尤其是日本 一船一船的香蕉換來 兩三台電視機 兩三台洗衣機 然後就很滿足 也就是說農業產品這麼的辛勞 農民朋友肚子朝的地 背朝的天 辛苦的耕種 換一點點少的可憐的外匯 六十多年前 五十多年前我們怎麼賺外匯 我們家庭及工廠 大家在家裡面弄聖誕燈 弄人造花 大家辛辛苦苦 賺一點寶貴的外匯 沒有人想到台灣高科技 會在新竹落地開花結果 這一串台灣經濟發展史 歷歷在目 尤其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更是感受得到 今天台灣的晶圓晶片 澳視全球 四十年前 誰會想得到 再看到各位紡織界的好朋友 以及布置布的好朋友 今天我們黃金山理事長 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布置布 我們眼中看著天邊的美麗的晚霞 但是我們也不敢忘記 腳邊的玫瑰花 是這麼的鮮豔 傳統的產業 依然可以光彩奪目 讓我們為傳統產業 不光是祝福 而且乾杯 不知不如看起來是傳統產業 可是各位 尤其是遠道而來的朋友 各位企業界的代表 甚至很多政府官員 未必全然的了解 全球的土地 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這麼的瘦小 這麼的渺小 我們在全地球上的土地只有萬分之三 這麼小一點的土地 沒有石油 沒有天然氣 沒有黃金 什麼都沒有 沒有各種能源 萬分之三的土地 這麼的瘦小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口 佔全世界約千分之三 大家努力勤勞 但是我們工業產品今天 已經幾乎高達全球的百分之三 各位好朋友思考一下 這是多麼的了不起 萬分之三的土地 沒有資源 千分之三的人口 創造出全球百分之三的工業產品 很多名不見經傳 你看不見的 隱藏的 低調的 台灣的企業家 在各自的崗位 奮發向上 就像今天黃理事長 簡理事長的尊翁一樣 很多的紡織界的朋友 未必知名度很高 讓人家注意 但是他們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讓我們深深的感動 不光是口罩 不光是鞋類 不光是運動器材 台灣的不知不知 在全球很多行業裡面 事實上 都是獲得很好的成績 我也了解四個兄弟 爸爸發生車禍 四個兄弟啊 非常難過 兒子看到父親發生車禍 怎麼辦 手也斷了腳也斷了 就成立一支公司 夾手夾腳 一樣變成全球最大的 夾手夾腳的一支公司 這是台灣人拼搏的動力 所以今天2024 Annex 各位紡織界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來 也包括我們剛剛在座很多使節 大家可以考量 多多跟台灣產業界結合 讓我們一起 共創雙贏跟多贏 我想今天來參加 布置部亞洲協會 這五年的爭取 終於在台北開這樣一個會 何嘗不是我們這麼默默的在努力 讓台灣的布置部 不光是在紡織 在企業 在情感 甚至以及在未來 能夠創造雙贏跟多贏 所以今天來參加2024年 Alex會議 我在這裡 也呼籲所有紡織界世界各地好朋友 能夠結合我們台灣 大家一起來 攜手合作 創造更大的紡織版圖 即使做不成生意沒關係 我們有一句古話 買賣不成 大家喝一杯酒交個朋友 何嘗不是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裡 再一次祝福我們前理事長 黃榮譽理事長 還有各位部支部的 所有的好朋友 企業界好朋友 我們NX2024會議順利成功 我們王美花前部長 剛交料檢舉部長 我不敢再祝他正功康太 只能祝他健康美麗 也祝福所有的嘉賓 大家和家平安幸福 對台灣立法院要有信心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院長 您也請院長的台上稍坐留步 我們歡迎Mr. Park 來到舞台 雅中部支部協會 Park會長要再次代表 主辦單位執政 感謝你 感謝韓院長 特地親自撥空領領 在臺灣的組織 Mr. Park 我們希望我們 提供我們的感謝 謝謝 謝謝 再次感謝韓院長的領領 謝謝 立法院續審國會改革的相關法案 那麼藍營以及白營挑燈夜戰 與麗雲轉開了對峙 那麼在對這緊張情勢之下 院長韓國瑜 則是在凌晨的臉書上面 PO出了吃稀飯的照片 接下來正值瓜城的角度呢 我們立刻交給主播陳靜穎 好帶來掌握在立法院的焦點 昨天就為了國會改革法案 藍綠白立委挑燈夜戰 當然還包括了立法院長韓國瑜 好立法院長韓國瑜 就在凌晨一點的時候 PO出了他吃粥的照片 說他才剛剛到家 那麼下班的時候 就吃了一碗粥 獲得超過7萬名的網友按讚 但是呢 立委倒是不買單 今天開酸了 說呢立法院長韓國瑜 要是有良知的話 應該是吃不下去的 我們來聽 昨天大家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啦 為什麼一個立法院開會 兩次的會議造成這麼多的衝突 甚至於造成那麼多立委的受傷 甚至於讓3萬個年輕的人站出來 我相信稍微有良知的院長 他心裡大概這頓飯都很難吃得下 而在立法院的另一大重點是 今天有很多新任的官員 來到了立法院備詢 還包括了文化部部長李遠 同時呢他也是作家小野 他就說呢 他已經做好了很多準備 倒是被媒體問到 那他擔不擔心這藐視國會罪呢 他是坦言 他真的會害怕 因為他是一個滿喜歡開玩笑的人 我們繼續來聽 我以前曾經想過到立法院 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真的面對的時候反而很輕鬆 昨天晚上開業車看了很多資料 立法院有通過藐視國會罪的課程 是 接下來會不會擔心說 來到立法院就是會不會 然後繼續就是會不會緊張一點點 其實我滿怕 因為我講話亂講的 而且我是一個滿輕鬆 很愛開玩笑的人 那以後到立法院 我覺得才會嚴肅一點 另外新任的文化部部長 也帶來了禮物 他說希望呢 將文化幣 這個贈送文化幣的年齡 下修到國中生也可以領 那麼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先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玩什麼遊戲 他們根本就沒有討論 就把法案做到惡毒 什麼事情都可以將藐視國會 今天中國只要公佈了台獨分子名單 這邊的立法委員就把別人叫過來問話 問了如果不好而回答 連續處罰2萬到20萬 我先來告訴大家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玩什麼遊戲 請問後面的告訴我 現在要討論哪一條 條文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剛剛國民黨 我們說過什麼叫做黑箱 黑箱就是 他們根本就沒有討論 就把法案做到惡毒 現在他們在玩什麼遊戲呢 突然現在撤案 撤案了之後 然後把我們的條文提出來 我們的條文是在講什麼 單純是在講說 書面答覆的幾日的規定 是幾天還是15天而已 問題是 這一個還有羅志強的版本 請問為什麼不在委員會討論 又再一次在這邊破壞黑箱 再一次又在黑箱 完成修正動議 是要針對形象 不是在這邊 把委員會沒有討論到的條文 就送到這邊來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現在在玩的遊戲 再一次再做黑箱 這不是國會改革 大家有沒有聽過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改的是什麼 是要改法官 改檢察官 有聽過司法改革 是要讓檢察官有更多的權利 沒有搜索票 就可以衝到別人家嗎 什麼叫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值的是什麼 是立法委員要自律 立法委員不要 什麼 洩密 要遵守新別的意識 這個才叫做國會改革 過去八年 民進黨的在做開放國會 二十項達成的十七項 透明國會 才是真正對人民負責的國會改革 他們的國會改革 叫做什麼 叫做 把國會改革 變成立法委員有無限的權力 可以把人民叫過來問話 可以把官員叫過來問話 不反應就一律叫 藐視國會 沒有程序的保障 沒有範圍的限定 什麼事情都可以叫藐視國會 今天中國只要公佈了 台獨分子名單 這邊的立法委員 就把別人叫過來問話 問了如果不好的回答 連續處罰兩萬到二十萬 這就是他們現在 剛剛二十五條通過的法案 完全沒有經過委員會的審查 我在這邊這一個月 針對這一個法案發言 加起來根本就不到半小時 我的法案直接在程序委員會被布回去 我的意見在委員會 直接被吳宗憲握收 我上一次在這邊的發言 輪到我的時候 國民黨直接停止討論 後來輪到我的時候 我人就已經在醫院了 所以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才有第一次的機會 我們才有第一次的機會 針對什麼張亞森國會 在這邊發表意見 這就是為什麼要開玩審查 tudo失敗 算大衛、尼德大衛十佬 會輸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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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輸集團 敬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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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进行举手表决 战辰民进党党的提议 请举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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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